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年呢 刚好这个过年的时间 因为有事 就需要去到 回去印度 德拉敦 去接受直供法王的 灌顶口传大手印 还有拿入六法 等等殊胜的法会 所以我再次在这边 我对我们所有的华人 不要问候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个阳年 让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 事业顺心 然后身心健康 就是最主要呢 我们每一年 每一年的这个过年的期间 就是要警告我们 哦 你多了一岁 你应该要这个过年的时间 是可以高兴 又可以忧愁 有天忧愁呢 哦 我们就又过了 又大了一岁 这样 又离死亡接近了一步 这样 嗯 高兴呢 当然我们就会过年的时候 就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可以开开心心的 那总而言之 啊 这个 啊 再美的 啊 这个 世间 这个再美的这个轮回呢 啊 终究还是 就像我们一年一年一年 那么一天呢 就会度过我们的人生的终止 那时候呢 我们能够陪着我们的就是 这辈子所解的好的缘 所以大家呢 心的一年 多行善 少造业 因为行善的功德会跟着你 造业的那些的业报呢 也会跟着我们 造业的业报呢 就会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呀 然后呢 人缘不好呀 常常有障碍呀 就种种的这种不圆满的 都会来自于 我们所造的业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把好的因缘 好的这种运气都能够来临的话呢 我们养年开始 大家就尽量不要杀生 尽量能够吃素 就像羊 羊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动物嘛 是不是 羊身上的都是利益众生的 啊 他的毛 可以做很多的毛 毛衣 那他的肉呢 也是人类给吃 所以这样 羊那么可爱 可是他 不去害人 他就是吃草 我们也学一学羊的精神 我们不要去做坏事 不要去杀生 不要去造业 然后尽量吃素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大家就一年 新的一年会 一切都会极强跟圆满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 啊 事事顺心 阿弥陀佛 羊年大吉 那今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羊年 那羊年啊 我个人以目前的这个 啊 所计划呢 就是以两种方案的 就是两种的一个大体 那一个呢 就是 约四月中旬开始 就是 啊 想要在台湾 中华佛教直共嘎局协会 这边呢 再次的 啊 传授 大手印五支岛 就是 啊 从我们共思加行 还有不共思加行开始 那也就是 首先我们从这个共思加行 人生难得 啊 思维英国夜报 轮回过患 然后 生死无常 这就是 啊 嗯 作为佛弟子 共有的 思维的一个 基础 的一个 啊 嗯 佛法 那再来 不共思加行就是 啊 鬼大利拜 金刚萨都 献曼达拉 上世相应法 就是 这个部分的话呢 啊 因为 我们在台湾 很多的 啊 信徒呢 就 非常 啊 有这种 啊 诚心想要学 那我在 今年的规划里面呢 就想好好的 思共加行 跟思不共加行呢 再次的 啊 跟大家结这个 法源 嗯 还有呢 进一步的啊 这个职工传承 特有的大手印五支岛 那这个大手印五支岛呢 就是第一 一就是菩提心啊 啊 第二就是本尊 第三就是上师 第四呢 就是 指观彩修 也就是大手印 那第五呢 就是回向啊 啊 在这个五个呢 就是我们称为是大手印五支岛 那这个的话呢 也许在嗯 今年的年尾啊 可行的话 就是啊 时间 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会教授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是跟啊 佛法直接相关的这个啊 比较文思修方面的一个啊 今年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所谓的佛行事业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就在最近呢 在尼泊尔看一些地 那我要看地呢 这个终究的目标是什么呢 啊 看看嗯 因缘具足的话呢 能不能盖我们这种啊 学校 因为尼泊尔很多偏远的地方 特别是我所啊 结缘的啊 这些偏僻的地方 从我的八百年前第一次开始到现在的 这些地方都是很偏远的 都是交通不便 也是都是要靠我们的人力 就是只有走路能到达 那么多偏僻的地方 很多乡村的小孩子 他都没有机会受教育 那看到那些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我们佛弟子 然后也就是啊 大家都对这种宗教是非常的虔诚 然后我们看到那些的小孩子 都没有机会读书的时候呢 自己心里是还蛮难过的 那未来因缘成熟的话呢 啊 在尼泊尔有科兴的话呢 就是啊 规划要去建那种小学 让这些啊 乡下偏远的地区的小孩 有机会来尼泊尔加达满都呢 可以读书 这个呢就是我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 对于我们所谓的佛行事业的部分的一个 呃 愿望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就是啊 修行融入生活嘛 那是所谓的融入生活呢 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去付出 能够去换来对更多人的利益 这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出家人的责任 就是也就是所谓的 慈心悲心菩提心 我们讲菩提心 那就是能够我们的生命 看看能多少去利益终身 不是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家庭 为了自己的啊 一个亲朋好友 而就是啊浪费了这个人生的话呢 就有一点可惜 有点啊 就是啊 因为他这个人生是可以更伟大的 可以做得更多的 只不过我们的愿力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够宽广跟心不够大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想到终身 不会想到他人 我们只想到是为自己而活 为了自己再怎么活 我们吃的是有限的 睡的呢也是有限的 用的呢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看到别人 更多的人都像我们自己一样 得到很多的机会的时候呢 这才是你就是你的伟大的展现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大慈大悲的这种展现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啊 我未来就是想要去啊 那个往学校这部分的考虑的原因 也是因为想说能够未来 能够栽培一些 对这些山区的一些的小孩 能够受到好的教育来 未来啊 能够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让他们回去去啊 改变自己的啊 乡村的生活 提升乡村的生活 就是要靠他们 嗯 没有受到教育的话呢 他们没有很多的知识可以去啊 提升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学校的 这这个区块的我我个人的一种 未来的一个愿望吧 啊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今年的想法就是要 嗯 讲给有缘的人听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喜气洋洋 嗯 然后 啊 发喜充满 扎西德勒 哦 啊 我 就 没十分 我 好 是